接下來我們要開始做一些計算的練習 先提示你我們計算題你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哪一些提醒我後面都會講解 第一件事情注意 濃度是一個比例誰跟誰的比例 糖在糖水的比例 文言文叫做融質在容易的比例 請注意你的分母放的是容易 放的是糖水不是放水 OK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我們說我們是容易是均勻的混合物 所以取出的時候濃度不會變 原來是百分之二十三百毫升 倒出一百毫升 倒出來的一百留下來的兩百濃度還是一樣百分之二十沒有改變 這個題目很簡單可是也考過 再來是加水稀釋的題目 加水稀釋老師說掌握不變找到相等 糖水加水糖不會變 所以我當會的計算就寫一個等式 稀釋前的糖等於稀釋後的糖 稀釋後的糖 OK 還有如果題目有提示你融解度一百公克最多融十公克 或者告訴你飽和濃度百分之十五 那麼計算前或計算後 要檢查它到底有沒有全容 最好是在之前就檢查 最起碼之後要檢查 有沒有超過它的飽和濃度 就是計算的注意事項 那麼基本題型就是這樣 就是基本題型 二十克的白糖 融一百八十克的水中 請問你重量百分濃度多少 OK 公事長這樣 下面是融液克數 上面是融質克數 然後乘百分之一百 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重點 keyword 所謂的融液就是融質加上融劑 糖水就是糖加上水 所以要記得我現在融液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二十克再加一百八十克 所以呢這才是我的融液 上面擺的是糖 融質二十 然後後面有簡單的數學 算出來就是百分之十 所以答案選的是A 這就是我們的立體零二 簡單的基本的公式的運用 keyword重點在 記得分母放的是融液 放的是糖水 糖加水 融質加上融劑 這是我們的重點 可以嗎 可以 接下來就換你們做一個類似的題目 蕭酸甲在13.5度的時候 溶解度是100克的水溶25克 那請問你這個飽和容易的 重量百分濃度是多少 這個題目的溶解度的意思就是 100克的水可以溶解25克的蕭酸甲 那請問你它的重量百分濃度是多少 來我們請 9號 12號 34號 上來 算給我們看 趕快 快趕快快快快快 把黑板張掉 把黑板拆掉 把黑板 快點 它說100克的水最多溶解25克 請問你他的重量百分濃度多少? 飽和就是裝滿的意思 就是裝到最多的意思 趕快 帥哥美女 100克的水最多裝25克 他算裝滿了 請問你他的重量百分濃度無法追勒 好 寫完了就回家 寫完了就回座 很好 我喜歡 上面所有的劣勢寫的方法都是一樣的 基本上 大家做的也都是對的 基本上大家做的也是對的 百分之二十 因為 公式 容易融值成百分之一百 重點 keyword 融液叫做融值加上 融劑 糖水叫做糖加上水 所以要記得 100克的水融25克 所以下面要放的是 100加上25 25加上100 然後乘百分之一百 後面是簡單小數學 就給他算完了 所以答案是百分之二十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01 剛才這一題 剛才的立體跟現在練習 都是在基本的代公式算出答案 keyword的都一樣 要注意分母放的是 融液 糖水 糖加上水 融值加上容器 這就是我們的立體跟練習 OK嗎 OK很好 好